有个观众的留言说 中国经济取决于西方资本 愿意花多长的时间 付出多大的代价 以多大的力度将产业链从中国撤离 这个说法是对的 而且已经开始了 那么他说中国以前接盘这个 产业链很大程度受惠于这个亚洲军容危机 那么未来是否会发生一次类似的事件 迫使全球企业赶紧卷不开滚蛋呢 事实上已经开始了 疫情 疫情导致全球化走向区域化 不仅仅是前段时间人们看到的这个运河危机 全球化的过程中 不仅是全球协同生产 而且因为物流的顺畅 许多企业追求的是零库存 疫情开始了以后呢 这个物流变得出现问题了 许多国家直到今天为止 还在指数上升 就疫情的指数还在上升 比如说印度 但是这个不重要 是吧 没几个人去 比如日本 据说他要开奥运会 但是东京又开始拉响了 警报 那么区域化代表了什么呢 全球化被打断 你可以说区域化也是全球化的一个反应 它并没有完全的立全球化 但区域化更实在 是吧 看得见摸得早 全产业链在本区域内 是安全的 它没有那么长的海上贸易 究竟 相比远洋贸易 远洋物流 它有点像这个轮渡 几个国家之类 直到今天 在中国投资的这些外国资本 实际上都在考虑 到底是走 还是不走 不走的话就面临了一个问题 一个公司两套制度 针对全球的 和针对中国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中国的 极有可能要设置党委 党支部的 看你公司规模 规模小的只能是党支部 规模大的就要设一级党委 无论你愿不愿意 今天的中国就是这样 你说在中国发生什么不重要 因为本国人民不知道 今天的传播哪怕是这么迅捷 但是在中国境内发生的东西 很少有外国人愿意关心 因为渠道非常少 很难被印证 这就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 但是 现在这个社会的主流是什么呢 欧洲长期左派 有可能要反转 但是还没到 这个时刻 大家看不到 美国刚开始左转 这就意味着 政治正确成为 欧美法治国家的最强硬 在这个时刻 你在中国搞一个公司 两种制度 违背了市场价值 违背了西方的主流 能不能搞得下去呢 民众对他的容忍度有多高呢 这都是问题 企业的目的是为了创造财富 攫取更多的利润来 回报给投资者 700年来 有限责任公司 都是这样运作的 有一些企业 提到了企业文化 提到了企业家的价值观 甚至有一些国家 提到了安全生产链 但他真的能拼过利润吗 应该说很难 因为在中国发生的事 他不那么透明 大多数情况下 不会被传导到国际社会上 所以犹犹豫豫 流流捏捏 一步三回头的企业 不是没有 但在川普时代 被加征了高关税 拜登上台以后 维持了高关税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 你在中国设厂 你不就是为了 低人权 低工资 获取更大的利润吗 如果说回销到 美国市场的产品 被加征了高关税 那你的利润就不存在了 还得被一个骂名 划算吗 企业不傻的 所以在走和流之间 他们非常犹豫 大的企业只能走 因为他除了中国市场的利润 他还要兼顾到欧美国家 尤其是欧洲 长期一贯玩 真的社会主义的国家 他抓住你在中国的一些丑闻 会把它放大 放大了以后就影响到利润 如果说 国际资本在中国投入的 这些企业 他在中国的利润 占比不是很大 他完全可以撤走 只有占比非常大 短时间内不太好掉头的企业 才会不断的向美国商务部 申请豁免 希望给他更多的时间 其实他们还在观望 他们不想放弃这么大的市场 所以国际资本也是分的 他要再看 在中国获得的利润 是不是大到 企业一旦割舍 将很难找到替代方 仅仅从政治上 从价值观上 形成这种区别 实际意义是不大的 从操作性上来看 还是企业利润 有没有新的增长点 撤离中国以后 是不是能继续保持销量 而又不助长 像中国这样的邪恶国家 对他们来说 这是一个衡量 而这些衡量 除了企业本身在做 其实他们也把 这些评估报告 发给各个智库 发给投行 所有的这些参考资料 这些决策 它所有的依据 已经不仅仅是 企业内部做出的 他们更多的依赖于 有内幕消息的一些 投行 智库 所以今天你看到 无论是日本的企业 美国的企业 欧洲的企业 都在想尽一切办法 搞清楚 他们在中国 到底是应该走 还是应该留 这种探讨在 闲谈中 可以很随意 甚至可以急转弯 但对企业来说不是的 这涉及到 他们自身的利益 他们会相对权衡 有利于自身的 比较靠谱的选择 而这个选择 大多数情况下 是拿钱买的 所以投行和智库的重要性 在最近几年内 忽然就增加了 所谓的国际资本 西方资本 没有一个硬性的标准 各个国家的投资 以及他们对未来的预判 实际上并不相同 绝大多数情况下 他们即便撤离了 他们也希望能留一个管道 不要跟中共撕开脸 让他们的产品继续 可以消往中国 找到这个平衡点 相当困难 这才是问题的所在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